酱油 酱油 在相同中 酱油 酱油 酥油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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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OK了 就是 啦 她是這麼多的 大哥 你好 嗨 哩啊 那你快了 好 沒開心 微開心 對 嘿 OK OK 我現在所做的是一個服務的工作 我小不方便 甚至有爺爺奶奶都很感動的 向我說 你小麻痺還要爬這麼四樓 五樓來送我這個便當 他說 奶奶爺奶奶奶你不要這樣講 因為我現在以前我是做什麼的事 我以前是私底 現在是我已經改變了 我以前是在障礙社會 然後現在省給我的道路 給我的工作就是在回復這個社會 我心裡只有喜樂 我真的願意做做這一份工作 我不會感激到病 1998年的12月11日 我家私 之前我就有跟女媽媽講過 女媽媽我身家只有一個人 都沒有請人我出去 我不知道要住哪裡 我要請人私 我沒有什麼目標 女媽媽就叫我放心 她也會幫我找一個地方 安居 甚至是來跟女生進進的地方 然後她就跟我們現在的總幹事 也是林榮氏傳達 介紹我來台北市 留外框號的席位 我叫林榮氏 現在我從事這邊的工作 在職務上是總幹事 其實跟大家一起學習 這些被編語化的朋友 他們需要被扶持 這是我的過去 所以我跟他們在一起 都有一樣的語言 都彼此可以翻牌 人的最基本的需求是 得以溫飽 有住 不要 或是說十一住行 我們都做得很好 並不盡難 他們至少該有的尊嚴也很好 會藏或口水 他們一定有住的地方 雖然我們那個飯店不是很好 以前這邊是倉庫 所以老鼠特別多好 所以我們怎麼幫助他們 我只有姊姊她老鼠的問題 我從山上帶了兩隻黑貓 就處理好了 給他們住 給他們吃 除此以外 我們每天都有按錶操課 我出門讓她 因為她到處 很多流浪 不一定在這裡 街友 我覺得這個名詞 比較有同理性 比較尊重於他們 他們有可能是一些 經濟上面受到壓迫的人 所以可能並非是 他們自己所願意的 他也是 只好選的那種生活方式 我是覺得街友比較好聽 比較文言一點 比較文雅一點 可是事實上還是比較 怎麼講 政府上還是沒有做到很徹底的 可是也許他們習慣這種生活 好 那我們就不以置疲 流浪看吧 給我的感覺是到處流浪 到處住 沒有一個固定的家 對 就這樣 我叫林巧毅 現在是信義社補中心的 社工督導員兼中心主任 主要講的遊民是針對 比較無家可歸的市民朋友 他們也許有自己的家庭 可是他可能跟家人的關係比較疏離 或者是因為早年的重重的原因 是他現在沒有辦法 返回他的家庭 對 那他導致於他管上沒有一個固定的住所 像這樣子可能他居無定所 又無家可歸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可以定義為他是一個遊民 對 就台北市來說 我們目前在萬華社福中心 設有一個遊民專責小組 對 那是由一個督導員 跟四位很男性的社工員 我們主要專注在提供最多 街友氣宿的地方 就是萬華區跟中正區台北切站的一份 我叫做陳佩斌 那我是社會工作的督導 我們這個遊民專責小組就是說 會針對遊民他的一個個別的狀況 因為遊民他遇到的問題 他有一些是他經濟有困難 他沒有飯吃 有一些他可能就是沒有房子住 那有一些他可能就是 就是他生病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生計資源可以讓他去治療 那這些的話 我們都是我們都會提供他需要的一個協助 就是個別的一個需要 跟家人不合或是跟家人不合或是跟家人不合 一些是什麼都沒有 沒父母有的是 像我父母撞風 我母親撞風我夫妻死掉 我只有母親 然後我又被撞那個腳 自己騎摩托車 撞牆壁 撞牆壁撞到腿斷掉 那現在是好事好了 就是腳沒爛了 腳沒力了 台北市目前街頭的遊民大概有五六百位 對 那所謂街頭遊民就是說 他平常是七宿在街頭的 他並不是在一個有屋簷的一個機構 或是收容的地點 而他是可能依據他用厚紙板 這樣把它遮起來 就當作他的家 那或者是在寒洞啊 你可以看到一些橋樑的這個寒洞裡面 他們可能就居住在那裡 那我們甚至這邊快速道路 下面的一些就是凹洞的地方 他們也會居住在那邊 然後或者是一些廟宇 就是說所有這個能夠 能夠短暫讓他們的七風避雨的地方 他們就會去七宿在那邊 那如果你從這個五六百人來看 街頭遊民來看的話 我們目前最多的這個遊民七宿的地方 是萬華區 再來是中正區的台北車站的地方 那接下來大概就是士林 大同跟中山這幾個地方 是屬於台北市目前街友七宿最多的地方 這邊有老人七八十歲的 有八十四歲現在又回美國 是社會局安排的 有一個媽媽八十四歲 她沒有地方住 我們這邊就提供了 有七十多歲相愛 不是這樣而已 還有老人以外還有中風的 甚至喝酒可能中風 還有兩個蝦子是因為 流浪很久了他們有糖尿病 沒有好好的醫療 他們沒有健保 到這裡也只有蝦 真的完全蝦子 還有小麻病也不方便 有傷的 所以還有一些家暴 媽媽沒有地方住 帶著小癌來託靠 通通都有 還有從今天出來的朋友 我母親過世了 哥哥也過世了 他現在一個人 偏偏又可保艾滋病 沒有地方說 還有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發展 其實龍山 因為以前這邊有港口迪化街 所以有很多一些苦力 就是說白雲工 他很多可能就是在這邊工作 他就留下來了 年老了 他沒有辦法工作 他可能就變成遊民 那至於說中正區的話 他聚集的是在車站 那像我們台北車站 以前就是說 我們南部到北部來 就是找工作 他第一個已經叫車站 他可能會看到是說 有以前很多人他可能 找不到工作 還是失業 所以他沒有地方睡覺 他就會在我們那個 台北車站的 那個地下停車場 所以我們地下停車場 冬天的時候會比較多 那平常可能都是一兩百個 在那邊睡覺 那他們白天 他們都會到外面 可能有一些可能 一些臨時性的工作 那有一些可能 就是在附近有到這樣子 然後晚上會去那邊睡覺 那我是大志雜誌的總編輯的曲中 我們覺得有一群人 他可能是需要有工作機會的 但是他目前的生活情境裡面 他其實很難去找到一個工作 所以其實從一個必須說 這樣一個雜誌一個發行方式 從一開始把就是希望說 透過一個工作機會的父母 然後讓這一群人 想要靠自己力量 自實實力的人 那可以得到一個工作上的機會 對 基本上他們目前所擁有的工作機會 是少的 對 那即使是有的話 都是一些比較臨時性的 可能是像在假日的時候 可以舉牌發傳單 那有時候是一些 面會活動的時候去出陣頭 那像這樣的工作形態 其實都不是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想要工作 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你想想看一個 就是他只能在街頭自己為生的時候 是他連任何一點他可以信任的人 或是能找的人都沒有辦法 他才會落入這個社會 是為了最後一道防線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 他其實是 我覺得是他的整個 其實系統都挖解了 然後他人際關係是屬於的 他本來可能被 他家人接受度就不高 那他要再融入這個社會 可能性又更低了 對 就是這樣一貫又一貫的 讓他又跌入了社會最低層 我在這邊是去年十月我才來的 但是我差不多九十七年我受傷的時候 就差不多那時候就是還在那個板橋 四圍公園 那邊做街友 幫助 我跟你講幫助也有 但是 我們 也要什麼都沒有 才能受到幫助 如果你有 小孩或者是親友的話 都不能幫助 我覺得其實就是說 像我們來講齁 你說任何個案他其實需要的是 常常有人去陪伴他 關心他 我覺得有女朋友也不理會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跟這個整個社會的網絡連起來的時候 你慢慢是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對 假設說我們常常去接觸他 對 你可能一次兩次你會失敗 但他可能就是會知道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工作的時候 我知道我要找他理會 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洗頭 剪頭髮 讓自己乾淨一點的時候 是有一個地方真的讓我去的 就是說你必須要把這些資源 關在他的身邊 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 我覺得至少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 絕對絕對 要給予尊重 因為每一個人心裡故事不一樣 絕對絕對要尊重 那第二個 一定要給他們有空間跟時間 甚至給他營造一個 有人陪伴輔導的環境 因為標準是什麼 每一個人不一樣 要有人陪伴 或是有一個環境 讓他們有學習的空間跟時間 或是謀生的技能 一定要 第三 一定要讓他開始承擔之類 但是你要先從小地方 先讓他先開始獨立自主 因為很多的家庭都自理破碎 他不了解什麼是尊重 除非你先尊重他 最後給他承擔責任是因為 要告訴他 不是只是接受被人擋住 他要開始 你要幫助自己 然後要幫助別人 我覺得社會人士 一定要有這樣的觀念 因為他 他們只不過是另一個弱勢族群 不可能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今天沒有重視這個問題 有一天他成為你的問題 我覺得負面影響是一定有 可是這問題是社會的責任 並不是只是他們的責任而已 那是否應該是由政府 或一些政府單位 他們應該要想出一些辦法來 例如國外的街友的公寓之類的政策 所以才是真的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可是政府要做 要怎麼做 也許救不了他們 可是他們應該可以 自己要怎麼 讓政府來 有辦法給他們自救 政府提一點方案 或者是他 自己有什麼 要政府幫忙的 可以講出來 台北市一年投注在有名的服務上 大概是三千萬 對 就是說大概是三千萬左右 那這個部分除了公務預算之外 也有結合了公益彩券的英語 對 那主要用在什麼部分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我們生活工作的重建方案 或者是說遊民生活中心 它這個運作也需要一些經費 那另外就是像這個醫療跟健保補助的部分 其實全部都是由這些預算裡面來支出 那他如果有一個工作之後 他想要穩定的生活 只要租房子的話 那我們會幫他 就是幫忙他找房子 然後幫他顧到三個月的房子的租金 這樣子 讓他可以穩定的一個生活 對 我們的房租的標準 我們一個月最高 我們可以補助到六千塊 就是說房租的補助 那如果說他要 第一個月他要押金的話 我們也可以給他押金 所以我們最高會補助到一萬二 就是讓他去租房子這樣子 民間單位的話 像平安局 然後我們仁安基金會 或是基督教救世軍 恩友中心這些等等 都是平常我們常常在合作的一些單位 好 我是葉吉安長老 我在台北恩友中心這裡 負責就是禮拜天的講道 還有他們的茶經 還有那個詩歌的交唱 好 第一個就是每天供給兩餐 還有一些 有一些比較安置 他要住在這裡的 我可以幫忙他讓他住在這邊 還有一些就是他有殘障 要申請那個社會局的補助 我們也會幫忙他們申請 讓他們可以得到這些幫助 那個社會局他們有些 還有那個勞工局那邊 有一些人說 他需要有什麼工作 我們都會介紹他過去 像很多都到那個捷運站裡面當清潔工 還有到路邊幫忙舉牌 那個建築那個舉牌 我覺得需要被關懷 被肯定 甚至被接納 他們失去那個人性當有的尊嚴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長期都被否定被拒絕 甚至他自己放棄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深深有體會 他們最需要的是 人格生命的重建 所以我對他們的期望很單純 免疫可能都要回到 創造他的上帝面前 然後去認識自己 從認識自己開始 就開始明白他一生要做什麼 不明白的時候 就還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了傷直血 了傷直血的過程當中 一定會察覺到自己要承擔生 一個不會煩風自省的人 他不會進步 一個不會承認有錯的人 他不會改變 一個不感恩的人 他始終抱怨 這個人走到哪裡 通通的碰壁 不會成長 還有一個不去幫助回饋的人 他只是光說不戀 他一輩子就要被幫助 他沒有辦法幫助 不是他們年輕 他們有體力的話 要去工作啊 不能說 我們這些沒有體力的話 我們做J有來那個 人家不會死效 對不對 你們有體力 你差不多有誰三四十歲 有體力 又沒有殘缺 又沒有什麼 要去找工作啊 對不對 這位 人會笑 來這邊的話 啊 啊 看 有看 動作沒有看 你聽不 有看 動作沒有看 大家都 啊 你要睡那邊就睡那邊 人真的是可以改變 如果說你當你不想改變的話 那神也有 我去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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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裏 我靠你 我去改變 你裏 怎麼會 我去改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